如果让喜欢生存恐怖类游戏的玩家说出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名场面 我想大多数人都忘不了出自生化危机的丧尸那回眸一笑 时至今日也有很少的游戏能给予玩家如此强烈的感官震撼 不过在那个年代却有一款游戏以动听的音乐 凄美的剧情以及新颖的战斗系统与生化系列平起平坐甚至略胜一筹 游戏中老鼠变异的CG镜头带给玩家的冲击丝毫不亚于丧尸回眸 而游戏中女主的形象更是成为了无数玩家的童年女神 甚至还成为了夜游广告中的常客 这款游戏的名字叫做《寄生前夜》 又是一款被SE遗忘的经典神作 我是喜欢碎碎念的黑猫 欢迎各位收看我们的视频栏目《怀旧灰狼》 《寄生前夜》原本是日本作家赖鸣秀明 1995年出版的一本科幻小说 故事的主题是进化 讲述的就是为人体提供能量的线粒体的进化速度 高于了人本身 以至于线粒体已经有了意识 并且拥有了强大的力量 于是在某个时刻 线粒体终于爆发 甚至想要毁灭人类 主宰这个世界 小说在第二届日本恐怖小说比赛中获得冠军 发行量达到140万册 打破了日本国内同类小说的最高销量 1997年翻拍同名电影 由三上博史 叶月李徐蔡 及SMAP成员 导员吴朗等主演 游戏方面则是由Square制作 1998年在PS平台推出了同名游戏 不过游戏的故事设定在原作小说后 并且地点也从日本转移到了美国纽约 主角阿亚布雷亚 是纽约的一名女警察 一天在观看歌剧时 歌剧院发生了离奇的人体自然事件 以此为契机 阿亚开始了整个事件的调查 游戏过程中会遇到各种线粒体进化而产生的怪物 在调查过程中 阿亚发现自己有着特殊的体制 可以控制自身的线粒体 避免自然 并且还能激发出自身强大的力量 随着调查的深入 阿亚还发现整个事件和阿亚已经死去的姐姐 玛雅有关 游戏以6天为故事线索 每一天是一个章节 逐渐揭开故事的谜底 并最终消灭了已经聚合的进化线粒体 游戏采用的是固定视角3D背景 人物可以在场景中自由移动的表现形式 和Square的招牌最终幻想系列 登陆PS以来的7代和8代是相同的 但战斗方式上 却和最终幻想系列有着那么些不同 并非传统的战装回合制 在战斗过程中 虽然也和最终幻想系列 也要有着ATB即时槽 ATB槽击码了才能攻击 但在积攒ATB槽的过程中 人物是可以在场景中随意移动的 而这个移动是可以躲避掉一些敌人的攻击的 这相比传统战装回合制 就更多了一些动作成分在里面 ATB槽码了以后 选择行动方式时 时间又会暂停 便会像回合制一样 并且大型BOSS一般有多个可选择的攻击部位 打掉对应部位后 BOSS对应部位的攻击方式会受到制约 所以战斗时需要考虑优先打掉哪个部位 回合制的策略趣味也有体现 这种战斗方式 在后来2000年推出的 Famiton历史上 唯一一个PS平台满分游戏 放浪冒险谈中也有用到 游戏的真正结局 还必须在二周末成功挑战 七日七层的克莱斯勒大厦以后才能看到 而这个克莱斯勒大厦 也算是游戏历史中最困难的迷宫之一了 必须每经过十层打败BOSS以后才能存档 中途一旦死亡就只能从头开始挑战 在克莱斯勒大厦的顶层 阿雅将和已经死去的姐姐玛雅再次相见 最后借助玛雅的力量将最终BOSS消灭 季生前夜一的制作阵容也是非常强大的 很多大佬都曾参与制作过最终幻想系列 制作人是FF之父 反口博信 人设也是FF系列七代以来的野村哲野 音乐方面虽然不是直松身夫 但为季生前夜谱曲的夏村杨子 在业界也同样算得上知名 季生前夜一这种即时动作和传统回合制游戏的创新结合非常有协议 故事本身也非常精彩 再加上当时游戏界顶尖的画面 游戏发售后自然受到一致好评 有着百万以上的销量 在日本1998年最畅销游戏中排到了第七名 而这个销售榜的第一名是卡普空的生化维基2 也不知道是不是受此影响 1999年与PS平台推出的季生前夜二 就完全成了模仿生化维基2的平庸之作 生化维基2虽然有战斗的成分 但本质上来说更像是解谜冒险游戏 战斗并不是重点 游戏的最大乐趣还是在于感受恐怖的氛围和享受精彩的故事 但继生前夜二中 战斗的部分却成了一大重点 生化二这种坦克式移动和战装打靶的战斗方式 并不能让玩家感受到太多的战斗乐趣 这种完全及时的战斗方式 对于习惯了传统回合制游戏的玩家来说 也比较难接受 而一代中 ATB扫码了在选择行动方式的回合制策略玩法 处于及时和回合之间 让传统回合制RTJ玩家也能玩得很开心 除了画面质量有所进步之外 继生前夜二真的找不出太多让人眼前一亮的力 战斗方式改成了像生化维基2一样的战装打靶 一代的特色完全被抛弃 不过CJ动画依旧震撼我心 从一代发售的1998年3月到二代发售的1999年12月 虽然不知道Scrier是在一代大卖后才接近制作续作 还是一开始就打算制作系列作品 无论怎样 二代的诞生都显得过于仓促 故事也没有一代精彩 再加上一代特色的缺失 确实让人有点失望 发售之处销量不足40万 虽然后来总销量还是上了100万 但继生前夜这个IP也从此被封存了起来 2010年 这时Scrier已经和埃尼克斯合并为SE 突然在当年一三展上宣布 继生前夜新作第三次生日 将在PSP平台独占发行 这可是让系列粉丝喜出望迈 没想到时隔10年 竟然能看到继生前夜有新作诞生 不过游戏类型却变成了第三人生射击游戏 继生前夜第三次生日 画面是无可挑剔的 SE的CJ动画更是一角 从游戏性上来讲 它也有着射击游戏该有的要素 丰富的枪械和道具 战斗时的翻滚 掩体等 还有着本作特色的Overdel系统 可以让主角吹到同伴的身体内操作它 如果没玩过继生前夜前两作 那第三次生日 还算是一款玩起来有点意思的射击游戏 但对于玩过继生前夜前两作的玩家来说 第三次生日真的是让人摸不着头脑 如果说继生前夜2 只是在战斗方式上弄错了模式 那第三次生日 在游戏类型上就完全没对 初代继生前夜的成功 不仅仅是因为其独特的战斗方式 还有其基于现实的科学幻想 让人觉得似乎有可能发生在身边 从而加成恐怖感 但第三次生日已经不是科幻了 反而更像是最终幻想一类的魔法幻想 大量超自然的力量已经完全脱离了现实 和继生前夜原本的基调已经不符合 要说第三次生日和前作有什么一致的地方 那恐怕就只有阿雅入狱的镜头了吧 不过比起前两作的棱鸟分明 这一次官方让阿雅为玩家们送足了福利 除了绅士们喜闻乐见的洗澡环节 各种服装和暴衣系统 也成为了本作重点宣传的对象 第三次生日的最终销量 当然也顺不上好 全球大约50万 继生前夜这个IP 从此彻底被打入了冷空 但喜欢着这个系列的玩家 始终还抱着这么一丝希望 希望有生时间能够再次看到阿雅 2015年13 最终幻想期重制版的预告坊出 在预告片的第21秒 有人发现了阿雅的海报 当然这也并不能说明什么 可能只是制作人野村哲野 对于自己曾经参与制作过的游戏的一种缅怀 2018年 SE在欧洲注册了寄生前夜 Pyrosity的商标 虽然可能也只是保护性注册 但我真的希望有 能够看到寄生前夜新动向的那一天 即使是初代的高清重制版 那也值 如果你最近玩你了3A大作 不如晃晃好味 跟着我们来一次复古怀旧之旅 体验老游戏的魅力 传播游戏文化 共赏第九艺术 这里是喜欢碎层念的黑猫 觉得还不错的话 希望各位送上三连加关注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